LLB 年3月 Hello,我是Julie 現在讀 LLB 年3月 Hello,我是Media 我現在讀 J Law 年4月 Hello,大家好 我是Stella 現在讀 BBA 年3月 等我先說一說 我記得那時候 我去 Con U 的 Info Day 可能我也會問那些師兄 讀是否很難、很辛苦 我相信很多同學都會很打算這條問題 還有可能會不會有很多東西寄的 但我覺得最大分別就是 原來其實不是很多東西需要去背 因為我們的 exam 全部都是 open book 所以最後發覺 turn-out 其實都沒有相關這麼辛苦 我們需要做的 我們不是要去背全部的 case 和 law 因為我們到時候考試都沒有一本書 可以去 refer 我覺得自己剛剛還沒進來的時候 可能讀 law 有很多機會都是 好像中學玩 debate 很多 mooting experience 但是進來之後 其實發覺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要自己主動出去 參加一些不同的比賽等等 至於去到 business 那邊 就是跟 law 然後會覺得好像很多 case competition 我都好像 Julie 一樣 有去一些 Info Day 當時就覺得 自己好像去 Info Day 聽到一些聲師姐分享 我沒有去問問題 我覺得他們好像 好像很多知多彩 但其實進來之後 我發覺其實 自己都 其實 mooting 那些都不是 我覺得會怕自己可能 說話會比較害羞 但其實都不是 就是 law 不只是關於 debate 那些 其實都好像 Julie 這樣說 要看很多 readings 但是又不是 真的全部都要塞進去 考試和電視劇 不是我一樣 我也同意 Julie 和 Stella 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中學的時候 我會以為可能讀 law 這件事是會很辛苦 好像有很多英文 有很多很難的英文 那會變成 我會覺得可能會有些卻步 最初 但是後來我進來讀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著重的是 比較多是理解和應用多過 你真的在英文上面 那個語文的雕對 那所以變成了 我會覺得 在進來之後 會學了很多不同的語言 例如說 有很多字 很多文章是拉丁文 那樣 所以其實如果同學 本身可能英文 就是自己覺得 可能Writing 不是很厲害的話 其實都不害怕 最重要是 你肯去查那些字典 還有肯去學那些字 那你就會明白了 那個理論是為什麼 就一定看不完的 那因為始終 可能你有很多 課程的 required reading 或者很多 optional 那些 那其實 我想除非你真的 每天24個小時 都只是 在讀書那裡 那我覺得其實 就是看不完 都是人之常情來的 那看不完的時候 我覺得除了 就是上課 可能lecturer都有講過 你可以看他的 PowerPoint 在自己作詞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可能 senior 有些 source 給你去看看 他們寫了些什麼 notes 看看你自己理解 那些重點 其實跟他們 是否真的差不多呢 那我覺得 其實很坦白說 那些readings 量是真的很多的 可能有時候 一份reading 是可以有幾百版的 那視乎那個reading 就是可能它的內容 是多還是少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讀法 為什麼有這麼多reading 原因都是關 讀法 本身就是讀一些 之前那些judgment 他們寫下來的 那些legal wisdom 那所以很多時候 只要我們 留心一點聽lecturers 或者留心一點上tutorial 那我們基本上都已經有個大概的knowledge 包括那個case 是說些什麼 或者可能那個judge的ruling 是些什麼 那但是 如果你想再 就是drill into 那個reading 裡面那些 就是深層次一點的discussion 你可以真的好認真地看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如果你真的 一個比較懶的人的話 那都有很多其他方法 好像Stella 這樣說可以問senior 拿一些sauce 那我們就可以看那些sauce 去知道這份reading的精華 是些什麼 另外其實 方間有很多網站 其實是可以讓你搜尋到 那些case的summary 那所以 很多時候的重點 已經在那個web site上寫完了 那但是 當然如果你真的 很有興趣的那個case 是說什麼的話 都是建議你去看那個reading 對 我覺得一定會看不完的 那所以我自己的做法 我就會跟我的朋友一起share 就是我看前部分 去看後半部分 那大家可以分擔了一些workload 所以我覺得 絕對不需要擔心 因為要看很多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找到一個方法 那就可以減輕自己workload 不過我覺得好像有點難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如果看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 有時候會不理解了 就是前半部分 就是有時候你需要理解了前半部分 那些什麼 才知道後半部分是說什麼 對我自己個人而言 我都會是比較親力親愛一些 我覺得其實BBA law 都幾多sources 就是除了law那些 就可能business courses 那我自己major accounting 可能有時候那些assignment 那其實 因為我major accounting 那些答案通常都是modal answer 那有時候 即是 即是他的題目不一樣 可能都會有一些senior的notes 或者他答題目的時候 那些step 是怎樣 那我覺得 即是都有個 即是很容易就找到reference 對 那我自己覺得 即可能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在這麼多個law的program裡面 我覺得可能 我那一科就是g law 和或者a law 是會比較多readings 因為本身 即是我另外一個的degree 即social science 他都很多的readings 因為我們都是讀 很多politics 的東西 或者public administration 變了有很多theories 那類的 那跟law都有點相似 所以變成reading量 都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 還有business 很多時候 即是可能 他都會叫你買那些 成千多頁的textbook 但是那些textbook裡面 lecture都會跟你說 其實我們不是課課 都是每一個section 都是學到這麼細節 很多時候 可能business 比較多都是計數的東西 即是accounting 或者是finance 那些 那就變了其實 不是這麼多文字上的東西去消化 反而是可能在數字上的概念 我覺得跟law其實也不是很一樣的 是的 因為直到 即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都沒想過自己可能去大學之後 都還有操卷操數這件事 但是 是有發生在我身上的 是的 那你說回 可能跟中學的相似度 我覺得 可能我那個program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好像每一科都是做一份IES 那樣 就是每一次我們的final essay 都是等於自己要做一個research 那樣 我覺得 都是個量比較大 我覺得在balance上面 就是參加不同的活動一定有的 那除了參加essay之外 那我自己year one都有上莊 那其實可能說 就是我之前上莊 可能說 每個星期都有些很平常的rehearsal 那要抽些時間出來 可能會 可能凌晨一兩點才回家 就是一定不會這麼disciplined 去做那些readings 那我覺得 這其實是law其中一件很封劍有人的東西 就是 嗯 你會不會抽些空餘的時間去看readings 但是至於business那些又不是的 就是可能說 你每個星期天都有一份assignment的deadline 那他就kind of 逼了你每個星期都要 catch up 到那個progress 你真的明白 你才做得明白那份assignment 那 我覺得 就是如果有其他的活動 再加上可能part time 就是可能幫人補習 那些 那些其實都多多少少有些影響的 但是 也很看你的priority 是想怎樣 我覺得 嗯 我自己也很同意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是比較 就是有很多diverse的interest 那所以我 不會真的 就是每一天24個小時 都是deadline 在讀law 身上 那所以 變了我會 可能真的要plan好些自己的時間 又或者 就是逼自己去 在一個短時間之內去做事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是比較喜歡留到最後一刻 我會覺得自己做事 做得evision 那所以可能 攤場來做 其實跟我在一天之內做的分別 不大 甚至我year one的時候 試過有一科 就是politics的essay 然後我 在最後那一天才 真是 由頭到尾做那份essay turn out 那個grade 是好過另外一個common core 我用了一個禮拜時間 去concept那個tutor 然後問他拿意見 然後寫好一些structure 然後去改 然後我會覺得 可能是 不同科會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我經過那次的experience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有時deadline fighting 都不是一件賣事 但是我當然不是說鼓勵大家deadline fighting 大家都要提回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大學也有很多機會 讓我去explore不同的興趣 這樣 所以我也很開心 就是我year one 都有玩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是 要是玩的 就是我們不只是讀書 可能我們可以上莊 拍拖 去exchange 然後可能有空的時候做補習 這樣 我記得我整個ULEF 那裡 現在都有去不同的中學那裡 教他們rule of law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valuable的experience 而我也覺得是我非常值得 放很多時間下去的 那至於講到讀書那裡 其實我反而覺得 因為大學環境比較free 特別law的lecture 就不是一定要上的 就是很多都是你想上就上 不是composary的lecture 所以在自己安排自己的timetable Time management方面 其實我覺得 都是對我們挺有利的 就是不需要說 一定有一個很特定的上課時間 那些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在balance wise 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樣 剛剛Julie 你說的那個 rule of law education 其實 我也想說 在 law 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我都有去過擺街站 然後去跟市民去介紹什麼是 rule of law 法治是什麼 還有也可以有些voluntary的projects 例如去跟劏房的住戶或者長者 可能去講回他們在不同事業上面的權益 例如說 可能怎樣去定立遺囑 或者怎樣去處理和業主租約上面的問題 這些activities 都很有趣 是 還有時間管理的方面 我覺得 比起中學 你不再需要 可能六點鐘就起床上課 其實有些時候就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business 有些時候可能是星期日的 deadline 我星期六很多時候都會在 可能晚上要在那些 lecture power point 那些 但是第二天其實又會變了 啊 那一起床又12點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學之後 時間管理也是一樣 大家都要學會去 master 這件事 我覺得兩邊的委員 其實都給了我很不同的感受 就是我自己 law 和 business 的委員 都有做過 可能 business 之前就是做 就是做一個商場 就是發展商委員 就看一個商場 就是可能看 Oversee 它不同的 可能的 campaign 等等 等等 那比起 law 可能 你真的坐在 office 裡面 然後就和師傅一起 可能弄一下 bundle 說一下 就是不停地去 court 那個 感覺是的確幾不一樣的 我覺得那兩邊其實 我都覺得很好玩 是的 都學到東西的 那就我而言 那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 degree 裡面 有一個 Compulsor 的 intern 因為 social science 那邊 都會上我們 每一個學生 可能在 year 2 或者 year 3 的 summer 都會做一個 一定要必做的 intern 那時候我就很幸運 去了平等機會委員會 在那裡我是接觸了很多不同的 parties 就是可以在那裡 就是可以去 touch upon 很多不同 equality issues 我尤其是最有興趣的 就是少數族裔那一部分 因為我們真的可以去到 重慶大廈裡面去訪問 一些少數族裔的人士 然後又可以和不同的 organizations去接觸 有去過政府不同的 departments 有去過醫管局 還有很多其他 NGOs 去訪問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難得 還有很特別 就是平日很少機會會 真的去深入去了解這個族裔的人 那另外我覺得在 law 那方面 就是大小小的 intern 都有機會試過 很幸運 那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可能就是 真的認識多了將來自己 career 的 options 有些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進來的時候 就是一頭無水 就是可能大家對於法律的印象 只是局限了在電視劇上那種 就是上路庭 然後法官大人或者 objection 這樣的印象 那我覺得去到真的做 intern 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其實律師 不僅僅只有那種的大律師 就是還有很多其他的 options 我覺得都很有趣 或者可以多說一些關於 law 的 intern 了 因為我大大可能少少 不同類型都試過的 可能有些就會是要上庭上多些的 可能有些就是背後做文書多些的 比較做多些關於 commercial 上面的東西 都有的 但是我覺得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其實我很感恩 每一個律師 每一個特律師 都是非常用心地教你 所以就算他們很忙 他們會做到通頂的 但是無論你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不懂 這樣去問他們 他們都會很樂意地幫你 去教你 而且很多時候很幸運 就是可以有機會去法庭 真的可以從頭巾到尾 整個個案是怎樣去進行 我覺得這些機會都很難得